各位同学好 你在左手边我们看到的Next Frontier 这个代表新的疆界 大脑 为什么大脑跟机器 哇这两个东西开始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最特别是下面这一块 这叫什么Technology Quarterly 这叫科技记刊 代表三个月才出一次 完全探讨大脑跟科技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还不是我的重点 重点是我们的BBC新闻开课了 还有我们的自根课 BBC开课一个礼拜又两天 自根课才两天 那刘永老师讲解有什么重点 哦一定要让你来看一下 你看正式课程 我除了正式课程 我分两次方法提供 两次的方式什么意思啊 就是代表一个是正式的是文章 你看到这边有文章有图片 在这边左边出现 不过你就看到部分 这是图片 这是文字的部分 不这么简单呢 还有PDF档案的讲解 超方便的 然后有文章有重点的 单字的此类变化 当然还有声音档的讲解 不过课程不这么结束了 这是固定式的 下面是有开始接近互动式的 我就把你们重要的单字 就图文并茂 有图形 有声音档案讲解 你看到没有 非常的清楚 很多你可以看到 读书已经 很多人已经开始开始阅读的呢 开始上课的呢 所以变得很方便 很方便 你可以哪一段就随时点开来看 哪一段随时点开来听 还有很多我的说话方式 对不对 实在太有趣了 自根课也是一样啊 自根课像我今天才讲的 是第二个单字 介绍agriculture 对不对 可是自根课我也给档案 有影片档这样讲解 这多方便的事情 同学都会下载 更酷的地方是 这边是呢 图片区 图片区我把它拿过来 各位看一看 自根学英文的方法 超有用的 像这个struct就叫建造 所以cun的话 变成群体建造 construct就建造 destructive破坏性的 左下角这边叫 instructive指导式的 中间下面叫obstruction 叫妨碍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 这你们听过 AIIB 这叫亚洲基础建设 投资银行 也用到这个用法 struct的 这个学生 把我画图的学生 早就就业了呢 男朋友都有了呢 应该在没几年 可能就要迈向 就要结婚了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林文老师的正式上课曲 目前有两个 然后在1月15号之前 要拆开两个新班 一个是空中英语教室 你要佩服林文老师 是认真经营的 空中英语教室 在荧幕上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1月份的东西 林文老师很认真的整理 好 这边有三本杂志 更酷的是 我每个月的杂志 都有认真去整理 好 你要看到在这边 呃 月份的时候 你们看到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每个月份的东西 我都重点去整理 好 去讲解 哇 这份心思不得了 尤其1月份的空中英语教室 我早就讲解完毕了 这是我讲解的 讲解文章 所以各位同学 空音要开始了 重要是我给你讲解的时候 还会有针对你们的重要段落跟文字做讲解 再开一个新的叫什么东西啊 叫一日一句型 一日一句型 预计呢 也是一个月做收费的动作 各位学习吧 了解看看 费用呢 都是500块钱 超便宜的 对不对 投资自己是最对的事 找林文老师吧 我们云端再会 不 右手边有QR码 找我吧 入群学习吧 询问吧 拜拜